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話說新一屆美國總統就職典禮 將會在1月20日舉行 目前屯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國民警衛軍 已經有超過2萬5千人 但人多又不代表安全 國防部的陸軍部長麥卡錫 昨天在接受美聯社訪問時提到 說他們正在擔心 參與這次總統就職典禮的國民警衛軍 有機會發動內部襲擊 或產生其他威脅 故此麥卡錫部長已經要求全體指揮官 必須提高警覺 時刻要注意軍隊的內部狀況 換言之根據國防部自己的評估 在1月20日就職典禮期間 有機會出現兵變的情況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麥卡錫部長在訪問當中還提到 說他們已經速請聯邦調查局FBI 要針對這2萬5千名國民警衛軍 進行嚴格審查 其實截至目前為止 當局根本就發現不到任何具有威脅存在的證據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問題 麥卡錫部長還提到一件事 就說國民警衛軍目前正在接受一種 叫做識別潛在內部威脅的培訓 而早在一個禮拜之前 針對那些進駐華盛頓特區的 國民警衛軍的相關審查程序 已經是展開了 而麥卡錫部長又指出 有部分現役軍人和國民警衛軍 是有參加到1月6日國會山莊的激烈示威活動 但確切人數不得而知 截至目前為止 只有少數現役軍人和國民警衛軍被捕 最後麥卡錫部長說到 內部潛在威脅 只是其中一個令人擔憂的安全問題 其他令人擔憂的地方 還有就是來自各地的武裝團體的攻擊 以及爆炸物品等的裝置 而去到1月20日當日 絕大多數的國民警衛軍都會隨身攜帶著武器 麥卡錫部長就說 這一切的目標無非都是為了 使得美國政權能夠順利移交 而他們就必須要成功地 這樣向美國人和全世界的人證明 他們可以和平地完成這件事 美聯社的訪問就是這麼多 現在由國防部主動對外放風 無非只有兩個方向 這件事 一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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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分析真實 如果麥卡錫部長口中的內部威脅 真實存在的話 參與兵變的軍人 有可能是壓垮拜登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同時也反映出 整個拜登陣營是多麼心虛 多麼膽怯 來到奪得總統大衛的最後一段路程 他們在這個階段 對於任何人都不信任 如果他們是信得過人 就不需要要求兩萬五千名國民警衛軍 進駐到華盛頓特區 在往時的總統換屆 最多都是會進駐一萬名國民警衛軍 去到華盛頓特區 維持基本秩序 現在兩萬五千人就已經很誇張 當然就算叫軍人去都沒用 由於他們對人的不信任是全方位 所以就算是軍人都不信任 於是又要叫FBI FBI是他們的人 就叫FBI去審查國民警衛軍 他們無非是叫做怕死 就怕在1月20日總統就職典禮當日 會出現一些軍人嘩辯的情況 在歷史上 對人完全產生不到任何信任 甚至乎是見人都猜疑的那些皇帝 一般他本人都是通過非法手段來取得帝位 比如說是通過謀朝散衛的方法等等 又或者那些皇帝本身是極度獨裁的 是暴虐無盜的 如果不是就不需要經常怕下屬蛙變 經常怕自己被謀朝散衛 這些就叫作賊心虛 麥卡錫部長就說到 其實經過了審查以後 根本上在目前為止 就找不到任何內部潛在威脅的證據 但是為什麼他們仍然是要搞這些審查呢 無非就是要做到所謂的防微倒漸 用共產黨的術語來說 就是要將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 他們搞這麼多事情 無非就是要確保得到 在1月20日當日 能夠成功擁立到拜登上位 如果麥卡錫部長所說的內部潛在威脅是真實 就會令我聯想到推背圖的第四十六卦 第四十六卦是怎麼說的呢 參約 暗暗陰霾殺不用刀 萬人不死 一人難逃 還有 有一軍人身大功 指然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帝宮 哇 整個第四十六卦像 好像是在描述1月20日 有機會可能會出現的一些狀況 到底會不會真的這樣發生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反正那個終極的結局 兩天之後就會出現 如果麥卡錫部長所說的這件事 是真的的話 就會對於拜登很嚴重 但是如果麥卡錫部長所說的是流料 其實對於特朗普總統來說 就有危險了 所以其實所有支持和關心特朗普總統的人 都應該要多角度思考才行 不能夠說盲目樂觀或者盲目悲觀 為什麼我說國防播放流料 特朗普總統會危險呢 大家看到了 1月6日那個 國會山莊的激烈示威活動 事實上又真的找到一些 那些安莊組織的頭目 是在現場推波座欄 在帶動一些情緒和氣氛 終於衝進去國會大樓裡 好了 到底1月6日的那場鬧劇 會不會重演在1月20日呢 大家知道1月6日的鬧劇 到最後受害人是誰呢 就是特朗普總統本人和他周邊的支持者 就是他那些所謂的政治上邊 政界上邊的親信 其實這件事是相當不幸的 因為整件事跟特朗普總統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現在無厘頭 就令到他好像聲譽受損一樣 當然在示威者方面 也是有不幸的情況 有數名的人士 就是因為這次的示威活動當中 是喪生的 有一個就是退役的外國軍人 有了1月6日 國會山莊激烈示威活動的前居之鑑 其實所有特朗普的支持者 都應該要警醒 千萬不要把這些 不知道在哪裡來的 內部潛在威脅 嘗試連繫到特朗普總統的頭上才好 如果在1月20日 真的重新上演1月6日的劇本 即是說 有些鬼混進了國民警衛軍裡面 然後煽動情緒 帶動氛圍 真的製造了一些零星衝突出現的時候 而這些零星衝突 又不會對於大局有什麼威脅或影響 很快就會被平息 這樣就大劑了 大家有眼見 1月6日的激烈示威活動之後 整個民主黨人和拜登陣營 是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 強行將當日的示威 連繫到特朗普總統的身上 你說如果1月20日發生什麼狀況的時候 那些人的嘴巴會怎麼說 大家就已經是 會有一個預期在那裡了 所以 一定要看清楚 整件事發生的情況是怎麼樣 如果是沒有事情發生的 那就沒有事情發生了 如果真的出現了一些內部威脅 甚至乎是兵變的情況 都要看清楚那個結果是怎樣才好說 不要一下子就把特朗普總統的頭上 這個是害了他 你一定要看清楚結果是好地地的 好地地 如果結果又是糟糕的時候 你這麼早就已經說明 說是跟特朗普總統有關 這些就是愛他變成害他 好了 接著就說回軍人的情況 實情你說 有沒有一個內部潛在威脅的可能性 絕對是有的 因為就算說1月6日當日 正如麥卡錫部長自己都說 就說有些現役的軍人和國民警衛軍 是有參與到那個示威的 沒有他的 因為特朗普總統在軍中的聲望 真的好高 為什麼高呢 就是因為他不輕易發動一些大規模的戰爭 他也善於利用軍事手段以外的方法 來解決問題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和平的使者 所以摩洛哥班的獎給他是對的 連奧巴馬這些好戰的分子都說可以拿諾貝爾和平獎 那其實特朗普總統才是實至名歸那個 不過沒有他的 你那個諾長的評審 很多都是左翼分子來的 那怎麼會頒給特朗普總統呢 所以這位真正的和平使者 得不到諾貝爾和平獎 就是非戰之序來的 如果真的被拜登上了位做總統的話 我就相信 在未來的四年 是極有機會發生這個大規模的戰爭 因為已經在過去的四年平靜了很多 特朗普總統協助了以色列和多個伊斯蘭的中東國家去和解 其實這樣做才是解決問題的真體 而不是什麼都是武刀弄槍 不過你不武刀弄槍的時候 背後就肯定有些人士是不滿的了 例如是軍火箱 拜登也說明是會用歐巴馬時期的路線 所以他肯定不會像特朗普總統那樣 比如說利用經濟手段 利用貿易手段來解決問題 他一定不會的了 所以那些軍人不喜歡拜登 是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拜登根本就不是以軍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就不是說美國優先 當然拜登現在這樣避得一時 其實就避不了一輩 你去找這麼多國民警衛軍去包圍著你 街道上又裝了閉路電視 又裝了那些圍欄 不讓民眾來接近 你說就說擔心示威者 實際上你擔心些什麼大家都心照 就是擔心所謂的內部潛在威脅 就是兵變 這一方面又要防兵變 另一方面你又擔心 走來幫你防兵變那幫人 他自己都兵變 這個就很矛盾 不過沒辦法 這些人 他這樣拿到位置 他就是要擔心這麼多事情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